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給蚊咬 給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還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 很厚 變成了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大 現在是細大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試的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 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也去看醫生的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粒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這集台灣黑白講 今集仍然有我 杰奶德 另一位老友 我正通 还有另一位老友 大家好 我是神秘老温 继续很神秘 今集不如讲讲一些很普通的又很特别的东西 讲讲一些交通工具 台港大不同 这集讲讲有什么不同 相信香港人来到台湾 第一件事就是整个街上的机车 今天报纸看到有1300万架 电单车 1300万架 1300万架 我想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这么少吗 1300万 这个数字以我两年前来说是没有增长过的 没有增长过 我当时跟一间公司做这个 排气 机车排气系统的那些东西 那些伙计的那些 我当时拿的数字也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两个人有一部车 应该是个多人的了 2000多万人 1300万架 其实是个多人一个 不是的 有些公司有很多电单车 Pissart的那些公司 但是那些警车也有很多电单车 因为我没有电单车 你也曾经有一个 曾经 我也知道很多家庭 最起码都有一两部 所以你围起成都有可能的 所以说回香港和台湾大比较 第一件事就是电单车 这些电单车会分重型机车和轻型 有 香港大部分都是重型的 香港没什么人开轻型 因为轻型 轻型 风大一点也会吹走 很害怕的 这也是危险的 还有电单车 最近也有些法例 管制污染 那些机车的问题 好像2011年又 怎么怎么怎么 第六年 欧盟六期 整个电动单车 电的电单车 纯电 我家也已经卖了一部 是真的很好开的 电动车 起步快很多 起步快 很静 很稳 不会震 对对对对 这样的感觉 还有每次在那些电单车里面 例如停红灯的时候 就标第一个出来 我觉得 旁边的人很骯髒 很臭 看不起别人了 不是不是看不起 就是会觉得 是不是大家如果駕駛电动车 电动车真的会好一点 还好一点 还有我觉得 电动的那些电单车 它真的会干净很多 车也会干净 不会有那么多职油 一层的 好像有补贴的 现在买电动车 有有有 但是补贴了也不便宜 现在 拿起来也有五六万台币一部 不贵的 是呀 你看很多电单车 就算是正常那些汽油那些 都会有五六万的 八万九万的 那些都是的 很贵的 几千元 那这个是最大的分别 如果说到公共交通 巴士 或者地铁 你觉得有什么大分别呢 那这些我个人认为 香港是方便很多的 即是巴士 地铁 汽车也是的 巴士香港 因为大部分是两层的 这里就只有一层 台北是好一点的 非台北 即是说台南 台中那些 那些人好像不懂得打巴士 站在门口 就不懂得走进去 每次都塞在门口 你知道台湾那些巴士有点窄 是的 我同意你一半 巴士是香港方便一点的 地铁就不一定了 不地铁不一定 好像你举例 由中环去旺角 你会否转车 中环去旺角 就是金钟 基本上是金钟 不要说中环 因为中环 中环不用转车 是直接去的 由西环去旺角 你也一定在金钟转 基本上是这么说的 金钟那是很可憐的 但台北自运 你想由A到B 你一定要看图 除非你很熟 这里转得比较方便 这里转得比较近 很多转车 他兜过了一些超级密集区 然后在第二个站 如果你可以不经过一个很密集的地方 例如中山站转车 中厚新新站 中厚复兴 南京复兴 很多站都会转车 你要慢慢研究 我觉得这件事 你买惯那个站 就非常方便 有时你向北走 去那个地方 或者向南走 对 中间走 我举个例子 如果香港地铁 由黎芝国 起条铁路 去到 洛富 其实已经减轻了 太子站转车的 额力 已经分散了 有举例 比如说现在的南岛角都市 举例 他一走出来 不是去金钟的 是去铜锣湾的 我不说其他工程问题 不用全部集团 分流 如果香港是这样做 香港真的很方便 但没有 他全部 迫在一个站 叫你等多两班车 那些官员 你就知道 香港地铁其实 真的很不方便 香港地铁是不是因为 它是香港地方的 环境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 环状线的 去做 它是一个 辐射性 所以很多交互点 集中在中间 某几个站 它不像 某些地方 其他世界各地的大城市 都是这样 如果你的环状线 就很多 变成很多 辐射线 你可以串联 好似台北 很典型的 很多都是环状线 其实这个也是看政府做不到的 九龙区 你也可以 整个圈 有心去做 怎样不行 你现在 譬如你从九龙站 出去旺角 多麻烦 为什么没有那条 可以去到的 铁路 这些 不批评 公正的 客观去比较 香港地铁 真的没有台北至运 那么方便 这是事实的 尤其现在还开机铁 机折 你应该说 不过我觉得 香港方便 最主要就是 他串联了很多 密集式的商场 有些地方 变成你不用再带完地铁 然后又要再转程车 有很多你开地铁 然后走两步 或者附近 已经有很多你想去的东西了 譬如泰古城 上去就有很多商场 什么都有齐了 你去什么站 附近也是很旺的 旺角太子 这个一定的 地产商不让你开地铁站 特别为了一个地产项目 也开一条铁路 进去康城 那倒是 对吧 这就是很不同的 我不要理会什么原因 你说到去商场 香港地铁就可以直接去到 反而台北未必 另外一个 除了地铁之外 台湾和香港有什么不同 因为香港是一个城市 我的意思就是 香港基本上 很少会坐到长途巴 比起上来 譬如我现在从台北去台中 台南去搭那些统乱 国光浩 很便宜 香港是没有的 因为香港是市 如果要搭那些有 那些就离开去广州 去深圳去东莞 那些长途巴有 那些巴士 我觉得非常难受 在大陆那些 那些叫跨境 我意思是 因为香港是一个市 台湾岛是很多个市 那些车 其实我不搭高铁 不搭火车 我可以选择那些 去到台南台北 台中那些 香港那些 那些都方便 而且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们就集中说市内交通 市内交通 另外的士 台湾比较流行 台湾有几种的的士尺寸 有些是整架的 轮椅都可以放进去 那些是大价的优旅车 可能的士台北比较好一点 其实台北以外 很多都是叫车的 的士都是叫车为主 因为我自己有开车 所以很少搭的士 我经常在台湾 但基本上 我觉得台湾搭的士也很方便 不用怕 我在市内 整天在台中台北也好 不像以前的年代 就是要港价的 以前是 以前是 要港价 要港价 很麻烦 有些地方他不去 现在不是 随手难 大部分人都去 没有问题 方便很多 这件事好像好一些 很多 司机选客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现在大部分 都没有什么客 没有太多选 有一样东西就是 好像台北有 其他台中 台南 没有 是类似一些小巴士 就像香港的车车 小巴 台北好像有 台中也有 去大甲 去高天 都不多 那些很少 我都坐过一次 但他是属于巴士 他是属于巴士公司 你认为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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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的士之外,也沒有24小時的交通 台中有一班巴士 台北也有一兩班巴士 台北也有一兩班巴士,很少 中廣路那邊,台灣大道有一班 但等很久,半個小時有一班,或者一個小時 火車站到台沙陸 很遠,半個都搭到 半夜搭到的,半個小時還是一個小時 香港比較多的通宵巴 亦有亡名小巴,一定有 台中是58號還是多少 我知道台北也有少量的通宵巴士 但真的好少 所以半夜,如果搭車真的只有的士 台灣很難的 台灣本身夜生活方面都沒有香港那麼繁榮 那麼多樣化 所以那些人在晚上喝酒就自己開車 很多問題出現了 情有可原的,要喝酒應酬 那個議員說的 即是雜邊那個 不懂找人開車 就是打架那個,喝完酒 總之他說 很多人在中午都是應酬喝酒 如果警察在路口特意去抓 很不對 晚上坐車比較麻煩 真的只有的士 所以 尤其是有時候我就算不開車 我要坐高鐵 或者坐巴士去台北 或者去南部 我都有時候坐高鐵 我都會開車到高鐵就停下來 然後就坐高鐵去南部 做完事,可能回來很晚了 十點多,11點 被迫著坐的士很麻煩 那我就說,駕駛自己的車 是會這樣做的 我覺得有時候會是這樣 駕駛去高鐵站 方便一點 比來回的士便宜 當然 那些高鐵接過巴士 我記得都不方便 站也少 還有現在有一個方式不錯的 譬如我現在有時候去香港 我駕駛去到機場停 駕駛去香港 不是 就是坐飛機去香港 那我會駕駛由家去到機場 那你的停車費是不是很容易 其實不會 你更便宜於你搭壁士 譬如你三日 四日來講 停的那裡是短日的 一日八十元 這麼便宜 對面那些 對面那些 台中機場對面就是 一堆很多 任你停的 八十元一日 你停三日多少錢 兩百多元 便宜於你坐的士來門 是嗎 是嗎 所以我現在 如果是短時間 即是出埠 我便會駕駛去 即是機場停一場 即是機場停一場 就真是值得玩很多 那你可以不用 限定時間 要趕回來 要不然沒有巴士 很煩 我就要 因為我沒有車 你沒有駕駛 日頭機 晚上機就沒有車 加駛工具除了 以上 還有最大分別 這裡沒有電車 沒有渡輪 什麼氫軌 什麼氫軌 有啊 現在高雄有 高雄有 高雄有 那個是觀光用的 那些 他停的地方 每人搭 每人搭 是的 現在還要減班 早期 因為太少人搭 他才會減班 高雄的情況是比較特殊的 他特意要找很多不同的 接運 接運是強行的 聽說 輕鐵 接著要引進的 雙層巴士 是觀光用的 即是 他特殊的用途 還有飛機 內陸機 香港沒有內陸機 所以 台灣是超多 一個 這麼小的台灣 周圍都有機場 是的 每個市 是嗎 有些院 當然每個地方的機場 不一定 很多班次 或者很多地方去得到 但是 主要的觀光 那些偏僻一定會去的 台南 台 台南有機場 台中 飛的內陸機 有哪幾個 可以去得到 花蓮 一定去得到 金門 金門 澎湖 澎湖 阿公 其實以前台北 高雄也有的 現在好像取消了 沒有了 空港車沒有了 沒有人搭 每個人都搭高鐵 哪有人搭飛機 不過我坐過一次 坐在澎湖 還是什麼 那些下路機都不錯 很刺激 很刺激 船長 的 那些下路機都搭高鐵 經常都搭高鐵 因為沒有人搭高鐵 整架機 只有兩三個人都會飛 那些下路機都要搭高鐵 承諾 最多就飛一下 那些下路機 不會的 好像 重山機場 前兩年 復興航空那樣 還有一輛的士 香港交通有什麼跟這邊最大分別 就是地鐵 沒有道輪 首先 這裡都有道輪的 真的很少 但那個是觀光道輪 沒有什麼用道輪 其實我每次都感覺到 因為我經常帶我 老婆子女去香港玩 或者住 最大的分別就是 去到香港一定經常行路 行路的次數很高 但在台灣很少行路 懶得 插個電單車出街 行路街口都插個電單車 飛過 買燃燒雞回來 也懶得行的 街口 最大的分別就是這裏 每次去到香港 我們在台灣一年 行路的量 在香港是一個星期 其實我要所知 你家的所在地 地鐵站走回家 也是一段距離 一段距離 雖然號稱地鐵上蓋 不是上蓋 是附近 附近 附近 上蓋就很近 總之我記得有一段路 有一段路 所以香港人喜歡走 香港人可能養車或者養電單車都成本高 還有香港巴士雖然方便 這件事一定要說 除非你很熟 如果不是你真的很麻煩 我現在回香港住酒店 尼敦道那麼長 例如我想乘巴士去哪裏 究竟我向左會近一點的巴士站 向右走呢 不知道的 因為巴士本身是兜來兜來兜 巴士站是很遠的 現在好像有些apps 好像最近有些apps 走到已經離開了 這件事比較麻煩 相對於台灣的巴士站 我覺得比較密 港德 台中 台北也很近 一個站 每個路口都一定有 台北 現在是很密的 台北也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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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也會下一個巴士 台中 有那條 什麼 以前是中港路 也密的 除了某些位置會遠一點 其實基本上是密的 不像尼敦道 比較遠 OK 大概我們看到 基本上這些工具 給大家多一點了解 叫做大不同 看看你喜歡不喜歡這類的 如果有興趣的 我們遲些開個節目 專講台講大不同 有什麼 究竟有什麼不同 文化上 或者很多古靈症外 給多一點意見 OK 到此為止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初相識那個時候 整個臉都紅綁綁的 有牛皮腥有食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如何 沒有那麼癢的 沒有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 是不是好了很多 翻臉就差很遠 翻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否自信心大了 基本上本身都是 也有一點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吃幾大呢 通常都是 我吃四顆的 那你也不是十分嚴重的 基本上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那些 要吃到八顆 因為他要爆頭那隻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除了牛皮腥之外 原來我很多年來都是有腸胃敏感 腸敏感 很容易肚脖那些 敏迪其實原理上 所有敏感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那現在就不會說 經常肚痛了 對呀 以前一喝到一些冷水 就會 立刻肚痛 立刻來 還有那些皮膚 質素都是改善了很多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不是混了 是不是容易了 沒有試過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 找不到 年輕 今年30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看到 我們現在 那個廣告 圓形 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回了 就全部出回了 可能遲些 等毛狼疏通了 會濃密很多 那是